穿着墨绿色T恤在镜头前眉头绳索念念有词 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但却又不太相似 原来这是车程傀儡总统卡德罗夫 日前在推特公布模拟泽伦斯基签署详书的短片 他不但找人扮演泽伦斯基意图丑化乌克兰总统 甚至卡德罗夫自己也参与演出 俄国拿下乌冬的利息昌斯基后 卡德罗夫也曾在社群网站公布好几段视频 中心扮演俄国打手 甘愿配合俄国进行宣传 俄国境内也因为战事顺利推进 主战声浪持续高涨 俄国继续攻略顿巴斯地区 斯大夫杨斯克的市场 也惨遭俄国炮火的攻击 至少造成一死三伤 就连哈尔克夫也遭到轰炸 俄军除了加强火力 想要完全掌握吴东 甚至还在境内进行统战分化 向当地居民发行俄国公民护照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更持续将欧洲各国发出警讯 除了强调俄罗斯 仍可能对其他国家发动攻势 对乌克兰的侵略也没有停止 呼吁欧洲各国团结 持续制裁俄罗斯 逼迫莫斯科当局放弃战争 和平解决争端 三里新闻 卫人军报道 三里新闻